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相当锋利 狮子咬不动它 爪子直接可以抓到肉里面去 所以说这种动物相当的可怕 还有传言说 非洲治安好不好 问平头哥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这小平头哥相当的牛逼 别看他小 他智商高 他可以钻到狮子下面攻击狮子的狗丸 你说说他智商高不高 只有你看不到的 看看这小蜜环单打独斗 就这么练 这要是成群的生活 那真就是无敌了啊 这个狮子跟踪了他半天 对他无能为力 这小蜜环太好干了 跑了啊 狮子放弃了 接下来看看猎狗 VS蜜环 这个非洲野犬啊 江湖人生绰号三哥 三哥 vs 平头哥 一群三哥啊 干不了一只平头哥 可想而知 这平头哥有多么厉害 他可以钻到蜂巢里面呢 把蜂蜜吃掉 蜜蜂啊也耐不了他和 所以说这种动物的皮毛啊 是真厉害 结实啊 善于奔跑啊 跑了这么远没有累 这个是猫用 有点像蜜环 但是不是啊 这小蜜环疯狂的打架 这是打架专业户啊 看看这个花豹啊 在攻击小蜜环 这个母亲呢 马上过来营救 把花豹直接干翻 这可真是人很话不多啊 不服咱就干 牛逼 熊的力量直接把猫拔掉 再看看黑熊和老虎之间的战争 今天的动物世界啊 比较杂 动物的种类比较多啊 看看老虎和黑熊之间的战争 这个黑熊上树了 黑熊爬树还是厉害的 狮子狩猎嘴牛 这娘俩面对一群狮子啊 也是懵了啊 小水牛直接被抢走了 这个母亲水牛啊 顽强的反抗 今天感觉最大的赢家就是狮子啊 狮狮比较成功 又拿下了一只小椒马 今天狮子啊 是最大的赢家 可以每餐一顿了 老铁们今天给大家看看 疯狂的野生动物被电线击中 是什么样的啊 看看 直接干死 就这么狠 又下来一个 叫你淘气 太上 直接两脚 奔直掉下来了 看看这个垫有多狠 这个大猩猩挺抱团 注意这只小鸟 瞬间的 化成了灰 所以说 这个垫是真的无情 看看这个大形象 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它已经被垫的 没有力量了 还在坚持 掉下来了 这个大黑熊 更惨的 看这样的 哇 这个黑熊直接干死了 这个是花豹 看看这个山猫 直接干到 垫线杆子的最顶端 这家伙死的也得挺惨 这个山猫很灵活 经过人类的帮忙 它逃脱了 要不然它也死定了 哇 这个狠啊 山羊 把脚挂到了电线上 山羊脚挂到了电线上 这是 蹦多高啊 这一下子 大家都知道啊 山羊能蹦 这是真能蹦啊 接下来看看猎豹 狩猎黑斑铃 三只猎豹合作狩猎啊 爆的速度 相当好使啊 轻松的拿下黑斑铃 干的漂亮 疯狂的狮子 狩猎大象 这个狮群呢 相当牛逼 专门狩猎大象啊 盖一票就值个 狩猎一只大象啊 够这个狮群 吃上三天的 所以说啊 他们也想开了啊 干就干大的 这个小象啊 刚刚出生不久 成为了狮子的狩猎目标 但是母亲大象啊 顽强的反抗啊 在保护这个小象 大象也是个暴脾气 而且它是群体的生活 非常的齐心啊 暴团 不好对付 它的主要攻击武器就是鼻子啊 还有象牙 看看这小狮子跑慢了 很容易被大象踩死 大象一脚就可以把小狮子踩死 这狮子出来狩猎 这是整个家族全出来了啊 连大带小啊 这是把大象怒了啊 这叫声就听出来了 它已经疯狂了 这个狮子王挺厉害啊 想把这个小象扳倒 倒下了啊 小象一旦倒下啊 就很难站起来 这边还在喝水呢 那边那个小象啊 已经被狮子给干倒了啊 大象的心呢 是真大呀 四脚朝天了啊 发现了 终于发现了 过来救援 这个象群过来救援来了 还好赶过来及时 小象没事 叫你淘气 喝水你不喝 非得出去玩 所以说这就是淘气的后果 好玄秘把命打上 这个狮群呢 它打游击战呢 狮猎技术挺高啊 专门挑落单的大象进行攻击 看看这个大象把狮子碾到树上去了 终于开始反杀了啊 大象也疯狂啊 把狮子给干到树上去了 今天的反杀真的很成功啊 干得漂亮 还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